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Sandy 今天要为大家导读一个小故事 你在生命里练习了什么 有一位射箭的人来到镇上展示他的才华 他是一位非常不可思议的神射手 一件接一件都郑重红心 在群众后面站了一个人 他并没有喝彩 只说,哦,那只是熟能生巧罢了呀 当然,这位神射手非常地知识甚高 不喜欢这样的评语 他期望得到赞美 于是他相当反感地走向那个人说 你是什么意思啊 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你能够射得像我这么精准吗 他说,没办法 不过我让你看个东西 因为他曾经卖过油 于是他拿起了一个瓶子 瓶口非常非常窄 有一个长长的瓶颈 底下有一个圆圆的肚子 他拿起大桶的油 将油倒进了那个小瓶口 刚刚好倒进瓶子里 没有溢出一滴油 然而他看着神射手说 你能够这么做吗 卖油的说 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射箭 但你也没办法像我这样倒着油啊 这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这个故事的用意在哪里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 你练习了什么呢 因为无论你练习了什么 你一定会精通它 好坏不是问题 如果你练习了抱怨 你就会越来越精通抱怨 你可以抱怨每一件事情 眼都不眨一下 想也不用想 非常的顺手 所以在你生命里 你练习了什么 假如你在生命里练习了和平 你就会精通和平 假如你在生命里练习喜悦 你就会非常精通喜悦 假如你练习认识自己 你就会非常精通的认识自己 所以朋友们 你练习了什么 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对不起 请原谅我 谢谢你 我爱你 今天的导读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